关心篮球的消息 前阵子才在菲律宾勇夺篮球 亚锦赛第四名的中华队 今天是恢复了集训 要备战十月的东亚运 不过有的球员 因为CBA母队他是不放人 所以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一次的集训 对 这位球员就是杨敬敏 那因为少了阿敏呢 因此总教练许静哲 是特别点名刘真等四位的年轻球员 要加入集训 希望在末代的东亚运也拼出好成绩 灌篮不进 有点糗 球员激励还没完全恢复 不过没关系 这只是开训第一天 在亚锦赛拿下好成绩的中华男篮 几乎全员到齐 要续拼东亚运 为了补上杨敬敏的空缺 总教练许静哲特别点名刘真加入集训 刘真也在第一天练球 就展现年轻人的满满活力 在球场上又蹦又跳 入拳中华队就是很开心 然后也很期待自己在里面的表现 因为这次他们亚锦赛打得这么好 每个人都希望可以成为他们议员 我觉得现在选出的是 最想为中华队出赛的12人选 这点是最重要的 至于是不是最好的阵容 我觉得只要有心想要打 绝对是最好的阵容 除了在国内自我集训 中华男篮也将到韩国以底训练 有了亚锦赛的好成绩 大家对于中华队充满期待 当然因为我们今年在亚锦赛 击败过中国队 所以大家会很期待我们 会觉得理所当然 我们应该可以击败过他的二队 可是就历史来讲 不要讲我们一队 我们连二队也没赢过 这次是因为我们赢了他的一队 大家当然对我们期望很高 我相信不只我啦 球员当然应该是目标的设定比较高 那结果就是要看我们现在集训的状况 有了戴威斯助阵 以及年轻球员加入 中华男篮练起球来特别起劲儿 希望在亚锦赛的感动后 东亚运也可以写下好成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